各位朋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12月1日 星期日 今次和各位朋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和各位報一報最新的天氣情況 接下來這個星期真的溫度過山車 據報先回暖 不過突然之間又會再凍過 接下來的氣溫預測如何 和各位一起說說 令B商也跟進一下 昨晚大澳發現有鯨魚割錢 街坊在現場營舊 不過情況看來不樂觀 是怎樣的情況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外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熱話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 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天文台昨日是錄得入秋以來最低的16.5度 未來幾天的氣溫將會回升 天文台說現在影響廣東的東北季後風 會於今天 明天兩日逐漸漫和 隨著一股偏東氣流影響廣東沿岸 下週初至中期 該區天色大至良好 氣溫逐步回升 預料另外一股東北季後風就在下週後期抵達華南沿岸 該區天氣清涼 今天12月1日天晴降噪 氣溫回升 介乎18至22度 相對濕度最低55% 星期一12月2日天晴降噪 氣溫逐漸回升 到19度至23度 另外要留意 星期二12月3日到星期四12月5日 大致天晴 最低氣溫上升到21度 最高是24度 接下來星期四 最低氣溫又會稍稍下降 回升到20度 另外要留意 星期六12月7日早上清涼 日間乾燥 氣溫據報又跌到17度 以上來自HK另一個報道 天文台最新消息 這幾天都回暖 一直到星期尾 據報星期六又再凍過 有機會氣溫又跌到17度 另外各位老人家要留意 這幾天回暖 最熱的兩天星期二和三 都是最高24度 老人家要多加留意 尤其是氣管有問題的腦有記 要多加留心天氣情況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另外也提及這宗消息 有關HK01的報道 大澳有懷疑 灰瓊割齒 長藥四米 流血掙扎 街坊營救價 警方到場 警方在昨晚11月30日近7時半接獲報警 大澳南面石仔布街對開的水域有疑似瓊割淺 影片看到他不斷擺尾 噴氣掙扎 近半身浮出水面 水面也看到有血沖 現場有幾十個街坊在岸邊圍觀 直到警員到場拉起封鎖線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副會長麥希文表示 估計割錢的是一種悔瓊 昨天出海的時候 看到他在外面的水域游泳 現場有幾十個街坊圍觀 並拿出手機照明 影片中有人商議怎樣拯救他 亦有人跟街坊說定點來等一會就可以了 害怕他越來越近岸 其由警方到場拉起封鎖線 呼籲街坊不要圍觀 以及照明地說 另外相關的瓊魚估計他的情況不多樂觀 根據HK1的報道 大澳割淺的瓊魚 或者是朗士印的泰匯瓊 全球罕見地被目擊 專家說他脫困不樂觀 當中香港海豚保育學會副會長麥希文表示 割錢的瓊魚疑似是朗士印泰匯瓊 在香港水域罕見 世界各地都是很少有目擊的記錄 他說昨天上午 出海帶領海豚導賞團的時間 距離大澳防波堤 若果一公里外面曾經發現他 不過當時他游動正常 沒有割錢的跡象 那個瓊魚有出血的跡象 麥希文認為現時的情況不樂觀 因為潮池晚上就會大退 將會出現離岸幾十米的泥沙 到星期日清晨才回復 他建議如果漁護署的獸醫 評估他的狀況不理想 可以考慮為瓊魚安樂死 以減輕他的痛苦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鯨魚的情況不多樂觀 據報他是割錢 擺尾噴氣不斷掙扎 據報這隻鯨魚有機會相當罕見 可能是朗士印太悔瓊 據報在香港水域非常少見 甚至世界各地都很少有目擊的記錄 拍攝短片時未知拯救工作如何 希望拯救工作有其積極 另外也講講本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疑似因為過馬路問題吵架 東沖堂兄弟遭到三個男子用鐵棒吐傷送丸 內文提到東沖發生傷人案 在昨天11月30日下午5時多 兩個男子在北大嶼山醫院對開 就和三名男子發生爭執 期間被對方以一支若摸一米牆的鐵棒襲擊 三人呈空過後 上了一輛私家車 往九龍方向途走 據了解 兩個遇襲的男子同樣是30歲姓王 是堂兄弟的關係 昨天因為過馬路問題 是和施襲者發生口角 雙方並不認識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也挺兇的 據報施襲者是3個20至30歲的男子 另外當時在街上 就和這隊的堂兄弟口角 說是過馬路的問題 結果對方竟然用鐵棒 嘔傷這隊的堂兄弟 結果堂兄弟受傷宋遠 3個人上了一輛私家車 往九龍方向途去 也挺兇的 人家和你口角 可能喊吵架 又或者和過馬路的問題有關 竟然出棍嘔打對方 案件調查當中 另外也提到這宗怪物 根據Yahoo新聞的報道 元朗鳳琴街疑似出現偷狗事件 男子入公廁 狗袋怪於門外 去完廁所過後 貴婦狗就不知所蹤 狗主就指朋友是受託代為接狗 估計狗並非自己跳出袋外跑走 內容提到 元朗發生懷疑偷狗事件 三歲的貴婦狗女叫堂堂 在日前 11月29日 去到美容院後 由狗主吳小姐委託的男性朋友接走 但那個朋友 在當晚九點鐘 在元朗鳳琴街體育館 去廁所的時間 竟然把狗狗連著袋 掛於門口的把手 結果出來的時間 就看到那隻狗狗已經不知所蹤 懷疑被人偷走 狗主一家現在十分擔心 在義工的協助下 四處搜尋和打聽消息 吳小姐表示 這隻狗狗叫堂堂 在幾個月大的時間 已經是家中 生活至今 已經共度三年多的時間 她說堂堂性格小膽 平時出街都不敢落地 所以是不可能自己跳出袋外跑走 以上來自Yahoo新聞的報道 亦是香港動物部的報道 說這個男子去廁所 竟然把狗連著袋掛在把手外面 即是門外 去完廁所出來就已經不見了一隻狗 懷疑有人偷狗 一來這個男子認真不小心 這樣看待狗 這樣把狗掛在門外 另邊相估計 狗未必是自己跳走 有機會有人拿走 事件是跟進當中 拍攝短片的時間仍然未有消息 多謝各位 尤其願意看完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記 這段時間繼續努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你不想請坐 你不想請坐 然後,我終點到 這個愛受影響 我會導致 我會請坐 你很期待 你不想請坐